警方掌握情資 闖進飯店抓人 范賢一聽到聲音趕緊躲了起來 但根本無路可逃 從浴室被壓了出來 一度掙扎反抗 最後還是被上口逮捕 仔細看離著短髮 身穿回憶的范賢 正式偷走女網友 加現金700多萬的 紅杏通氣飯 身形偏瘦的她 仗著自己外貌 白白靜靜 騙倒不少女網友 警方發現她專門在網路 各大聊天室 刺激尋找下手目標 再用甜言蜜語 讓女網友誤以為自己 墜入愛殼 接著進一步探聽女方家境 甚至地址顯然早有預謀 看似無辜可憐的女網友 自始至終把對方當成男朋友 以為遇上真愛 知道范賢準備行切 不但放任不管 事後對於警方查氣 竟然還不斷通風報信 因為她這個女兒 有帶一個男孩子來市場 可是男孩子 男孩子我一看的時候 男孩子不正經 每天還會來幫忙做生意 女方母親的工作場所 遭人看出網路男寵恐成禍害 據於為何一口氣遭竊720萬 原來許姓女子家裡 在三重的市場做豆干批發 才會有如此大量的現金 可以說是豆干千金 平常相當孝炫 每天都會幫母親做生意 沒想到物交男寵網友後 一切全變了掉 如今只追回200多萬元 豆干千金或男友心切 最後下場 人才兩師 記得宋君 何惟榮 台北報導